The Daily Bullet是一份图形化的实施通讯 为专注于全球市场和经济形势的专业人士提供简短 准确、全面的每日概览 中国 一、中国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限制令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扩大 今年前9个月 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贵州、青海、陕西和宁夏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萎缩 西部另外6个省级行政区的增速也低于全国水平 只有重庆表现出色 来源 蓬勃 二、十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49.2% 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 继续低于临界点 制造业景气度有所减弱 中型企业PMI为48.6% 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低于临界点 小型企业PMI为47.5% 低于临界点 PMI的五个分类指数 均低于临界点 来源 国家统计局 AdMitroder 三、十月份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4% 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 但仍高于临界点 非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 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四、根据Airport的数据 自上周以来 中国的航班数量再次下降 并已降至2020年平均水平以下 这反映出各地限制措施带来的影响 来源 AdC下滑线Burl 五、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指数 在10月份连续第9个月跑输全球 这是自1993年以来最长的一段时期 来源 AdSophia HCBBG 六、停电仍然在对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影响 来源 中国贺皮书 七、中国本月发行的垃圾美元债数量 比五年平均水平下降了约90% 仅为3.52亿美元 这给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更多挑战 这些开发商需要在明年年底前 偿还超过400亿美元的美元债务 来源 WSJ 八、中国大盘股与小盘股之间的联动关系 目前处于近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两类股票的走势分道扬镳 随着中国政府遏制上游成本的措施 给原材料供应商带来压力 追踪大盘股表现的上振50指数 与权重多维工业股的中振小盘500指数 走势越来越分化 两者的相关系数 自2017年以来首次跌入复制区域 上振50指数已经连续四周上涨 得益于基金逢低买入 来源 蓬勃 九、中国国债是今年唯一一个上涨的主要主权债券品种 随着其被耐入富时罗素指数 分析师预计 未来三年内将会产生约13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国债市场 来源 蓬勃 十、全球最大的生猪市场可能正在复苏 市场乐观预期 随着商店和餐馆增加库存 以及在冬季到来之际准备香肠和熏肉等猪肉制品 需求将会好转 中国生猪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上涨超过20% 光大期货猪大连的分析师旅品称 生产者也可能在空头回补 压住今年的下跌行情已经过头 来源 蓬勃 十一 根据周五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披露的数据计算 该公司第三季度的收入比一年前同期下降了38% 至1354亿元人民币 或约212亿美元 这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科技巨头的收入 连续第四个季度下滑 来源 蓬勃 十二 阿里巴巴与腾讯最近一年市值与远期市盈率的表现 来源 WSJ 十三 宁德时代的市值在周一超过1.55万亿元 距离其成为中国国内市值第二大的股票 超过中国工商银行1.57万亿元的市值仅有1%的空间 当天 贵州茅台的市值为2.27万亿元 来源 蓬勃 美国 一 美国九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物价指数 同比增长了4.4% 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类别的核心物价指数 同比增长了3.6% 同时 衡量工人报酬的就业成本指数 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 环比上升1.3% 是至少2001年以来最快的速度 来源 WSJ 2.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周五为5-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铺平道路 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签字后 预计几天内 这些儿童可以开始接种第一针 美国表示 他已经购买了超过6500万剂的疫苗 足以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 美国有2800万5-11岁的儿童 来源 WSJ 3.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 美国的实际消费支出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趋势 但是 由于政策刺激不足 美国的实际消费支出从未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趋势 来源 IIF 4.高盛现在预计通胀将迫使美联储在7月加息 比此前预期提前一年 预计2022年11月将进行第二次加息 来源 5.美国银行预计美国GDP在第四季度将增长6% 来源 美国银行 6.亚特兰大联储的GDP浪模型则对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的初步预测为6.6% 来源 亚特兰大联储 7.苹果跌倒 微软赚倒 上周公布业组连续第十一个季度跑赢预期的微软目前登上全球第一大市值公司宝座 连续四日的上涨令周五盘中它的总市值高达约2.45万亿美元 而苹果因为下跌了4% 市值跌至2.41万亿美元左右 来源 彭博 8.周四Facebook宣布集团母公司改名为Meta 全名Meta Platforms 反映公司未来将以发展元宇宙 Metaverse 业务为核心 这一改名引发了其他一些名称相似的证券的上涨 如业务与Facebook毫不相干的加拿大高科技材料公司Meta Materials 以及Roundhill Ball Metaverse ETF 证券代码为Meta 来源 彭博 欧洲 一 德国十年国债实际收益率下跌至-4.61% 创下历史新低 该实际收益率现已连续66个月为辅 来源 S.Golden Swinner 二 欧元连续第三周上涨 为4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 来源 彭博 三 很多人认为10月份的财报季将会给欧洲股市带来波动 事实恰恰相反 斯托克欧洲600指数 创下三月份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 波动率全面下降 斯托克50VX指数 从9月末的28点回落至17点左右 来源 彭博 四 大多数人并不认为 美是一种重要的矿物质 但人体没有它就无法工作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每天至少设入420毫克美 没有它 广泛的制造业活动也无法开展 欧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欧洲正面临美的短缺 这种短缺正在威胁汽钢铁 包装 建筑和汽车等行业 中国供应了欧洲95%的美需求 去年总计约15万5000吨 但由于中国的减排政策 中国的美出口急剧下降 欧盟委员会正在与中国就解决这种战略依赖的长期解决方案进行谈判 来源 路透 亚太 一 尽管日本央行自2013年以来史无前例地增加货币供应 但实际CPA的增长率甚至达不到政策目标2%的十分之一 不过 得益于油价上涨和日元走软 日本十年弃盈亏平衡率升至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来源 蓬勃 二 新加坡的日确诊病例数量超过了菲律宾 尽管菲律宾的人口是前者的20倍 来源 蓬勃 三 在政策将收紧的压注带动下 澳元在10月份飙升近4% 有望创下今年最大的月度涨幅 然而 其涨是在阻力位0.7559附近果足不前 这是200天移动平均线 与2月高点至8月低点的50%菲波奈奇回撤位相邻 尽管数据显示通胀加速 且澳大利亚央行周四没有捍卫其债权收益率目标 但澳元仍难以突破上周触及的近4个月最高水平 如果澳元收于该阻力位上方 则可能会挑战7月6日的高点0.7599 来源 蓬勃 新兴市场 一 受到美国股市上涨和创纪录外国直接投资提振 以色列谢克尔对美元升至1月份以来最高水平 来源 蓬勃 二 越南主要股市指数创出约三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并跃升至纪录高点 分析师表示越南股市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国民议会将批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旨在抵消疫情的影响 来源 蓬勃 三 土耳其里拉从创纪录低点回升并收涨 这可能对于做空里拉的人来说是空头陷阱的开始 美元里拉的动能看似过度 该汇率未能突破密切关注的施里拉水平 由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放弃驱逐西方十国大使的要求 加之其与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罗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 市场情绪得到进一步缓解 里拉反弹 来源 蓬勃 4.哥伦比亚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2.50% 加快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步伐 来源 IIF 全球 1.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从峰值已经下跌了40% 全球运费飙升的时期是否已经结束 来源 Ed Richard Dice下滑线CFA 2.美国投行Sanford Seed Benzin认为 2021年Q3是汽车芯片最匮乏的时间段 到2022年中 全球汽车产量将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 从全年看 今年全球汽车OEM因芯片问题造成的产量损失达到1000至1200万台 来源 Administrator 加密货币 CryptoPunks 加密朋克 NFT刚刚以5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来源 CryptoBriefing.com Lovolap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绿色 1.十余年来各个市场的探价变化 来源 Wikipedia 2.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0月31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 受此提振 彭博高盛全球清洁能源指数10月份以上涨于10% 来源 彭博 你可能还喜欢 1.普通新冠病毒与Delta变体的不同 来源 Visual Cap 2.各地区接种疫苗人数占全球比重 来源 Statis 3.各国历史排放量汇总 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4.苏丹历史上发生了35次政变 来源 Statis